猫鼻枝也是猫的病毒性传染病 病毒会经过打喷嚏、咳嗽等方式传染给其他猫 感染过鼻枝的猫康复后能长期待毒或排毒 所以多猫家庭有猫感染 鼻枝一定要把病猫和健康猫隔离 并做好环境消毒 感染鼻枝的猫主要出现打喷嚏 咳嗽、流泪、睫毛炎、食欲减退、体温升高、精神沉育等症状 治疗上通常使用干扰素等抗病毒药物 以及抗生素防止激发细菌感染 对于其他症状 睫毛炎可使用0.5%的心霉素眼高 或者干扰素低眼治疗 对于浓性鼻涕阻塞呼吸道引起的食欲减退 可用生理盐水或者干扰素低鼻 并给予一些香味较大的食物 增强猫咪的食欲提高抵抗力